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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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上拿的是 林凡的《再见》专辑 这个是《出没地带》 希希入围金曲奖 今年入围几项 五项 很厉害 你为五项其实很难 最后得到的是哪一个 最佳演唱专辑 录音专辑 录音奖 对 有没有什么遗憾 我觉得那天其实蛮享受整个氛围的 你那天穿的那个衣服 穿得很厉害 三个月我都没忘记 你问你那只走上红地毯的时候 我就吓一跳说 为什么你变得那么性感 以前你不是这样子的 有 我觉得 想要转换一下 有一点一点的再更挑战 我觉得大家会越来越期待 对不对 你看像你今天就穿着保守了 他平常就是这样 今天又不是星光大道 经纪人说你要不要穿那一套 然后我说不要好了 那个太漏了 所以我今天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五项入围已经证明 这是一张好专辑 没错 假设2020年有这么多的专辑 那这些你能错过吗 一定要再找出来再听一下 谢谢 期待你下一次一定要 好不好 好 最想拿到哪一个 你一个手 好 其实我觉得输的也是衰败有容 因为每一个都很强 对不对 我觉得能跟他们这样竞争 我觉得入围真的已经是得奖 对啊 因为现在音乐种类的类型太多 太多了 所以每一个入围的都代表在 因为他那个领域当年的那个 已经是顶尖 对不对 对所以 我觉得能入围真的就很棒 加油加油 期待你 待会帮我们唱个新歌 好啊 对啊 那可是我想要问一下西西 她之前啊 其实我每次看到她 都是像刚刚讲的小女生 林佳女孩 然后结果她这一次专辑 她连拍MV都超级豁出去的 有没有看 那个真的 你要不要讲一下 你的反差很大 床戏吗 你自己说啊 你不只是床戏 两个都是 林凡也是 林凡也有拍床戏 我其实还不敢看师姐的 你不敢看她的 为什么敢看 那你敢看她的吗 我的比较 我的比较安全一点 对 但是我其实很辣的地方 没有在镜头里面 是当下是有一点 但是剪掉了 对 剪掉了 什么意思 剪掉了 就是可能工作人员们说 哇 摇滚鞋很那个耶 然后其实都没有拍到 所以呢 没有剪进去 为什么不剪进去呢 我不知道 大家看不下去是吧 我觉得 你没办法承受吧 保留吧 你不要这样 你多穿一点 我拜托你 但是师姐的 她的眼也是很猛 对 她的眼很猛 这是两个人 这一年的改变 你也是突破的 对 因为比如说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把R&B 嘻哈联想到这种 稍微比较性感一点的 但是我的那个连结可能 对 让大家更出乎意料 也是因为我这么久没发片之后 公司想要在要拍歌曲的MV的时候 希望能够有个不太一样的故事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拍个 啪啪啪啪的对嘴 一个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像你以前那样就好了 实力派就这样就得了 或是当那个说故事的人 所以是为什么呢 你自己要求的吗 我也不敢 其实 我跟西西一样就是属于 我可以这样说吗 比较闷骚 就说外表好像有很多的保留 你不要把人家拖下去 你自己闷骚就闷骚 还要问西西 我可以这样说吗 没有 我们都是天蝎 对 很靠近 对 那天蝎 那迟早会不闷的 所以就现在开始只是可能 花了长一点的时间 释放出来了 对 那我觉得 导演给的这个故事 就是我的这个MV 《再见》的这个仙人跳 然后我爱上了他 然后 可是他并不爱我的那种纠葛 虽然我们还是一起做坏事 但是呢 我已经心里面飘到 我对他的感情了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 给一个视觉上面 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给各位 那我觉得那时候导演 有跟我讲一个东西 我有也是很铭记在心 他说 艺人就是应该有各个样的面向 不同的面向 哎呀 这个就是啊 我们就更加敬佩所有演员了 对不对 也没有这种感觉 对 他们不管是哭啊 哭到鼻涕都流出来 你也不能觉得丑啊 或者是你要展现你女人 为性感的那一面 也不能觉得尴尬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行业 都有很多学问 希望大家多多点播他们的MV 多多支持 两位都这么的努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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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请不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